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1年2月26日 伦敦东南部的布莱克西斯 凌晨两点左右 巡逻的警官远远看到一条小巷里面什么东西在冒烟 警官开车前往 原来是让车子着火的 而且火势还挺大的 消防人员立马赶到 火势被扑灭以后 警官检查了一下车子 没有想到 在车子的后备箱里 是一具烧焦的男人尸体 现场立刻拉起了警戒线 警方开始搜查附近 然而 这个抛尸人他很聪明 故意放了一把火 有可能的线索都给烧掉了 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具烧焦了的身体和这辆汽车了 尸体被移交给法医鉴定身份 而关于车子 幸好车牌号码还是模糊的可以辨认出来的 那么通过车牌号码 警方找到了车子的主人 19岁的阿曼迪普·辛格 阿曼迪普住在贝克斯利西斯 距离发现车子的地方大概7.5英里 凌晨4点 资深警探戴米恩来到了阿曼迪普的家 敲门声惊醒了阿曼迪普和他的母亲 一开始 戴米恩并没有告诉他们车子后备箱里面还有一具尸体 他只是跟阿曼迪普说 在距离这里7.5英里的一个地方 发现了你的车子 而且被烧得不成样子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阿曼迪普看起来一脸茫然 这车子在前一天晚上被他的哥哥给借去开了 那哥哥说要去参加一个派对 而他自己的车子又坏了 所以就借来了他的车子 戴米恩警官问 那你哥哥在家吗 阿曼迪普和母亲这才意识到 哥哥不在家 阿曼迪普的哥哥名字叫嘎干迪普 21岁 父母是从印度的庞哲普邦移民来到英国的 他们家境英时 父亲经营着一家求职中介公司 2009年 嘎干迪普的父亲回到印度 去见一个会计师朋友 父亲之前一直在打钱给那个人 想让他帮忙在老家旁折普邦买一块地 但是这个朋友却用父亲的钱 以自己的名买了一块地 父亲这次回去 就是要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会计师居然雇了一个杀手 一枪打死了父亲 听闻丈夫突然遇害 嘎干迪普的母亲得了心脏病 很长一段时间卧床不起 家里面的生意 全部落到了嘎干迪普的肩上 但是嘎干迪普很优秀 虽然当时他才19岁 但是生意经营的是有模有样的 而且不久之后 他还做起了自己的事业 他开了一个关于西克教的电视频道 那为什么是西克教呢 因为嘎干迪普一家人 都是虔诚的西克教徒 他们的老家庞哲普邦 就是西克教的发源地 17岁那一年 嘎干迪普在西克教教会受洗 开始续起了胡子 戴起了头巾 积极组织西克教的活动 在伦敦东南部的西克教圈子里面 嘎干迪普他很有名 而且受人尊敬 因为他的聪明和勤奋 开了电视频道两年后 21岁的嘎干迪普 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了 所以那车子里面的尸体 是嘎干迪普吗 如果是他的话 那他突然毙命 有没有可能和他的百万富翁的身份 有关系呢 这边调查现场的警方发现 在小巷子的尽头 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他们调取了监控 发现凌晨两点左右 有两个人影 点燃了车子 在边上还看了一会儿后 就逃跑了 但是由于监控视频 实在是太过于模糊 又很黑 这俩人的面部特征 完全看不清楚 只能够隐隐地看到 其中有一个人 似乎戴着头巾 考虑到嘎干迪普 也是戴着头巾的人 那这个人 有没有可能是嘎干迪普本人呢 所以嘎干迪普 他到底是死是活呢 天色已经渐渐地亮了 尸体的身份还没有得到确认 嘎干迪普也不知道在哪里 代名警探采用了车牌识别追踪系统 调取了全国高速公路的路面数据 还原了这辆车子 在案发当天晚上的行动轨迹 结果显示 嘎干迪普从伦敦的家里面 一路开车去了布莱顿 英国南部的一个沿海城市 行动轨迹还显示 嘎干迪普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停下来过 他去了服务区的便利店 买了一个类似是 泰迪熊一样的毛绒玩具 所以嘎干迪普去布莱顿做什么呢 他是要去见谁吗 还为什么要在路上的服务区 买一个毛绒玩具呢 警方询问了嘎干迪普的所有朋友 问嘎干迪普在布莱顿 是不是还有什么熟人 这个时候 好几个人提到了一个名字 名字叫 曼迪尔马希尔 曼迪尔19岁 在布莱顿一所医学院学医 是个大尔的学生 也是西科教徒 他和嘎干迪普 是在一次西科教活动当中认识的 嘎干迪普对曼迪尔一见钟情 回去便交了他的脸书好友 同时还发现他俩有一个共同的好友 哈林德 那么这个哈林德是嘎干迪普最好的朋友了 具体的我们后面再介绍 这里还是先说嘎干迪普和曼迪尔 嘎干迪普一直在追求曼迪尔 差不多已经有一年了 两人加了脸书好友之后 嘎干迪普便一直跟曼迪尔见面聊天 那时候正好嘎干迪普刚失去了父亲 他把自己的悲伤压力等等 什么心理话都对曼迪尔说了 曼迪尔一直都是静静的倾听 并且时不时的安慰开导他 和曼迪尔在一起 嘎干迪普感到了安心和放松 这也让他对曼迪尔的感情越来越强烈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却无情 曼迪尔对嘎干迪普并没有男欢女爱上的想法 可是呢 面对嘎干迪普的猛烈追求 曼迪尔倒也不回绝 似乎还默许着他说的那些暧昧的话 对于嘎干迪普对他的各种轻易的称呼 他也从来都不拒绝 送他的礼物也都照单全收 曼迪尔这种不拒绝不接受的状态 让嘎干迪普越陷越深 他觉得曼迪尔聪明又是学医的 以后会当医生有一个好前途 他认为曼迪尔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非他不娶了 但是母亲塔金德辛格却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曼迪尔根本不是嘎干迪普想象的那样 这女人心机很重 也不够优雅 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虽然曼迪尔也信奉西克教 但是他并不是那种传统的西克教女孩 他半夜里面会去参加派对 有很多男男女女的朋友 也会大晚上去男生家里面 有时候甚至是单独去的 那要知道 母亲塔金德她非常的传统 她对儿子说自己不喜欢曼迪尔 反对儿子和他约会 然而每一次 嘎干迪普都会正面的顶撞回去 说曼迪尔是一个完美的女孩 所以 案发当天晚上 嘎干迪普说自己要去参加一个派对 那有没有可能 她就是去了曼迪尔的家里呢 她没有明说是去曼迪尔的家 也许就是为了避免和母亲发生争执 警方告诉了妹妹和母亲这个发现 当听到曼迪尔这个名字的时候 妹妹阿曼迪普显得十分的激动 因为在得知哥哥失踪之后 阿曼迪普与哥哥的每一个朋友打听消息 他给曼迪尔打电话过去 问他哥哥是不是去找过他 曼迪尔却拾口否认 说没有见过嘎干迪普 然而 阿曼迪普却说 我哥哥好几个朋友都告诉我了 他昨天晚上就是去见你的 曼迪尔立马改变了说词 他说 是的是的 他来找过我 但是他没有进到屋里面来 我们只是在家门口聊了十分钟 然后呢 他就走了 那曼迪尔为什么一开始要说谎 说没有见过嘎干迪普呢 汽车上面的那具尸体 和他 和他 又有什么关系呢 晚上九点钟 法医那边的尸检结果出来了 后备箱里面的尸体 正是嘎干迪普 而且他身前头部遭受到了严重的殴打 戴米恩警探立马申请搜查令 马不停蹄地赶去了曼迪尔的住处 曼迪尔和同学 租住在一个马路边的公寓内 刚好 在曼迪尔家门口的马路上 有摄像头 监控画面显示 事发当天晚上 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左右 嘎干迪普开车来到了这里 作业 嘎干迪普的确是来找曼迪尔的 曼迪尔住在一楼的房间里 但是室友说 这一天都没有见过他 难道曼迪尔畏罪潜逃了吗 警方立刻在全英国范围内 发布了通报 不论在哪里见到这个女人 却马上把她拘留 并且带到警察局 经过对曼迪尔房间搜查后发现 曼迪尔的房间里面 有打斗的痕迹 还有一个相机用的三脚架 应该就是用来 殴打嘎干迪普的工具 警方询问了曼迪尔的室友和邻居 有一个邻居说 昨天半夜十一点二十分 他听到外面的马路上很吵 他马上从窗户外面看过去 看见有两个男人 扛着一个很大的东西 塞进了外面那部车子的后备箱里 邻居很警觉 立马就记下了那辆车子的车牌号码 邻居把记下了车牌号码的纸条 递给了戴米恩警探 戴米恩一看 这不就是嘎干迪普开的车子的车牌号码吗 所以那两个男人扛着的 正是嘎干迪普的身体 那这两个男人又到底是谁呢 室友这一边也不认识这两个人 只知道曼迪尔当天晚上去火车接来的 室友说这两个人 一直都待在曼迪尔的房间里面到半夜 然后他们还听到 曼迪尔房间里面传来了 一阵又一阵的吵闹声和撞击声 警方来到了布莱顿火车站 调取了那天晚上十一点前的监控 监控显示 9点左右 曼迪尔开车来到了火车站 接了两个男人 路上他们有说有笑的画面很清晰 一下子就能够辨认出来 这两个男人的身份 其中一个是哈林德 就是我前面所提到过的那个 嘎干迪普最好的朋友 而另外一个是哈林德的发小 达伦·彼得斯 哈林德是电工学徒 和嘎干迪普是在一次 西克教的活动当中认识的 哈林德说 自己因为这大胡子和头巾 都找不到工作了 嘎干迪普就通过自己的中介公司 帮哈林德找到了工作 自此 这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哈林德总是去嘎干迪普的家里面玩 和嘎干迪普的母亲和妹妹都很熟悉 妹妹阿曼迪普说 哥哥就像是哈林德的大哥一样 总是照顾他 哈林德的家境不是很好 还总是惹麻烦 嘎干迪普会为他摆平 还把自己的信用卡给他用 给他安排面试 让他在自己家里面过夜等等 而他们也把哈林德当作家人一样看待 可是没有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他们当成家人一样的人 居然和嘎干迪普的死有关系 这个时候 妹妹阿曼迪普跟警方提供了一个细节 知道哥哥失踪 他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哈林德 问他知不知道哥哥去哪里了 哈林德居然在电话里面笑了一笑说 我怎么会知道呢 那语气听起来就好像满不在乎似的 这感觉就很奇怪啊 事想 你最好的朋友失踪了一个晚上 他开走的车子也着火了 他的家人都在担心他的安危 来问你这个最好的朋友他的行踪 而你呢却居然满不在乎 阿曼迪普当时就感觉怪怪的 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的严重 那这哈林德 到底和整体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哈林德也喜欢曼迪尔 两人是在一个武术活动当中认识的 但是曼迪尔同样也不喜欢哈林德 跟对待嘎干迪普一样 他不拒绝也不接受 跟两人就保持着这样的关系 八天晚上 也就是尸体身份确认几个小时之后 警方就在哈林德的家里面 逮捕了哈林德 审讯当中 哈林德保持沉默 而另外一个嫌疑人 达伦彼得斯也被逮捕了 同样的他也什么都不说 警方搜查了哈林德和达伦的家 在达伦的家里面 发现了几个空的汽油罐 闻起来还有浓浓的汽油味道 警方推测 也许他们就是用这些罐子里面的汽油 点燃了嘎干迪普的车子 然而这个时候 案件似乎进入了一个停滞的阶段 因为虽然说逮捕了这俩人 但是他们什么也不说 而曼迪尔呢 也一直都找不到 但是两天之后 警方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居然是曼迪尔打来的 他说 他自己在新闻里面 看到了伦敦东南部 有一辆车子被烧毁了 而这个车子的型号 颜色和嘎干迪普 那天晚上所开来的车子 一模一样 他就很怀疑 这个车子后备箱里面的尸体 就是他的朋友嘎干迪普 电话里面 曼迪尔听起来十分的担忧和关心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警方早就知道了这一切了 警方根据信号定位 追踪到了曼迪尔所在的地方 并且逮捕了他 曼迪尔被逮捕的时候 十分的镇定 整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表现出来 一点的害怕或者是紧张 看起来很放松 就好像是去朋友家里面聊天一样 审讯当中 曼迪尔的说辞 和说给妹妹阿曼迪普的话 是一样的 他说 嘎干迪普来找他 他俩在门口聊了十分钟 聊天很愉快 没有任何的争执 然后嘎干迪普就走了 他说 有没有可能是嘎干迪普 在回伦敦的路上 遇到了什么坏人了呢 警方就坐在那里 静静地听他说 看他演戏 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和警方目前所掌握到的证据 完全不符合 警方问曼迪尔和嘎干迪普的关系怎么样 曼迪尔突然脸色一变 说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曼迪尔说 他俩认识了一年半了 一开始呢 两人关系是很好 他把嘎干迪普也当作是真心朋友一样对待 但是就在六个月之前 嘎干迪普越界了 曼迪尔说 那天夜里面 嘎干迪普说想要留下来过夜 他考虑再三同意了 然而嘎干迪普居然爬到了他的床上 想要性侵他 但是幸好他激烈地反抗 让他作罢 事后嘎干迪普一直地道歉 每天给他发几十条短信 说自己误会曼迪尔的意思了 但是曼迪尔说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所以那件事情之后的六个月 他俩其实一直都没有联系 一直到案发前一天晚上 曼迪尔突然给嘎干迪普发了条信息 嘎干迪普这一边欣喜若狂 他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曼迪尔了呢 曼迪尔说 明天晚上十一点钟来我家里吧 咱们好好聊一聊 嘎干迪普立马答应 他那个时候其实还深爱着曼迪尔 想要抓住一切机会来弥补他 虽然其实他对于此行有着不好的预感 因为他发短信问曼迪尔 所以我们是要好好地聊聊吗 还是你要我去死呢 警方拿出了嘎干迪普和曼迪尔发的短信 问他为什么突然要见嘎干迪普 一开始曼迪尔还尽力解释 但是后来招不住警方拿出来的一条又一条的信息 他崩溃了 说自从被嘎干迪普性侵未遂之后 他一直萎靡不振 他越想越恨 想要报复嘎干迪普 给他点颜色看看 于是他像嘎干迪普最好的朋友 同时也是他的追求者 哈林德求助 而这 就是曼迪尔所设下的诱惑陷阱 他先是让嘎干迪普第二天晚上十一点来见自己 让嘎干迪普误以为自己还有机会 然后他让追求者哈林德九点来到布莱顿 他去接他 短信里面 曼迪尔一直问嘎干迪普 你到哪儿了 快到了吗 以此得到嘎干迪普的实时位置 好让哈林德他们提前做好准备 曼迪尔说 他只是想让哈林德和达伦 严厉地说一说嘎干迪普 但是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所以 这到底是一场 有预谋的谋杀 还是误杀的 哈林德和达伦听说曼迪尔已经被捕 便也说出了实情 警方根据他们的口供 以及短信聊天记录 还原了案发的经过 嘎干迪普来到了曼迪尔家 给了他泰迪小熊 还以为两人能够好好聊天 曼迪尔带他进了自己的房间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房间里面早就准备好的哈林德和达伦 就对他拳脚相向 用曼迪尔的那个三脚架打到他失去了意识 但是这俩人还是继续地打 一直到他们以为嘎干迪普已经死亡了 才收手 然后 他们把嘎干迪普裹在一条羽绒被里 把他扛出了屋 塞进了嘎干迪普开来的那辆车子的后备箱里 他们在后备箱里面看见了一些绳子 便用绳子捆住了嘎干迪普的双手 然后关上了后备箱 回到了曼迪尔的房间 跟他说了几句话 但是三个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个时候 后备箱里面的嘎干迪普并没有死去 他只是失去了意识而已 哈林德和达伦开车一路从布莱顿 来到了伦敦东南部的布莱克西斯 一条偏偏的小巷子里面 给车子淋上了汽油 一把火点上车子 两人还在边上看了一会儿 然后便走了 而嘎干迪普呢 在后备箱里面被呛得醒了过来 却发现自己被捆在这里不能动弹 想到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干的 自己却只能等死 该是有多么的无奈和痛苦啊 但是事件结果显示 他的肺里面有烟灰沉积 这说明着火的时候他在呼吸 他是被活活呛死的 而这个时候 他最好的朋友哈林德 正站在一旁看着着火的车子呢 看了一会儿之后 哈林德给曼迪尔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打了一个半小时 电话里面 哈林德对曼迪尔说 我愿意为你进监狱 愿意为了你被关上21年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2011年12月 对这三个人的庭审开始了 帕庭上面 曼迪尔说自己和这起谋杀案无关 他说自己没有加入到对嘎干迪普的殴打当中 谋杀也不是他的本意 他只是想要言语上的教训一下嘎干迪普而已 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学生 在学校里面成绩优异 人缘也很好 未来可期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去伤害别人呢 更别说想要杀死一个人了 然而没有人信他的话 法官还说他是一个操控于极强 善于欺骗的可怕女人 虽然他没有亲自动手 但是他把嘎干迪普诱惑到了他的死亡陷阱里面 然后在现场看着嘎干迪普被打得失去意识 其实只要他想 他一句话的事情 这场悲剧就能够随时的停止了 检方指控三人谋杀 最终哈尔林德谋杀罪名成立 背叛终身监禁 22年内不得假释 为什么是22年呢 有一个说法是 法官知道了他说自己愿意坐21年的牢 然后就给他多判了一年 他的发小达伦被判误杀罪 被判12年 这里简单说一下达伦 达伦他被诊断为智力比较低下的人 他也不认识曼蒂尔和嘎干迪普 只是他体格比较强壮 是打架的一把好手 很容易就被人鼓动 便被哈雷德叫来了参与这起谋杀案 而曼蒂尔呢 被判罪名不成立 但是被判有预谋的严重人生伤害罪 入狱六年 三年之后 他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 提前出狱了 后来他嫁给了英国工党的一个高层 而他的老公在2019年 还当上了伦敦东部的雷德布里奇的市长 曼蒂尔成了受人尊敬的市长夫人 嘎干迪普的妹妹阿曼蒂普 一直请愿 还在网络上到处发帖 说曼蒂尔做过的事情 说这样的一个女人 怎么配做上市长夫人呢 这些帖子起到了作用 曼蒂尔当了一周的市长夫人之后 他的丈夫便下台了 不过现在 曼蒂尔他婚姻幸福 在一个未坐过牢的妇女 找工作的慈善机构工作 今年的2月16号 他第一次接受了采访 说自己当年太傻太天真 在错的时间做了错的事情 还说自己出狱之后找不到工作 学业也没有完成 儿时当医生的梦想也实现不了了 所以他才会在那个慈善机构里面工作 帮助和他有一样入狱经历的女人 他这采访一出 更多坐过牢的女性都表示 感同身受 都来支持他了 那么时间到这边讲完了 大多数人都认为 曼蒂尔简直就是一个 蛇蝎心肠的女人 利用两个男人对他的爱 设下陷阱 借刀杀人 只坐了三年的牢 真是太便宜他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 他的罪行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西克教 婚外性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而嘎干迪普对曼蒂尔的性侵未随 在曼蒂尔看来 是个莫大的耻辱 他必须为自己进行一次荣誉杀戮 而至于哈林德呢 或许他早就对嘎干迪普又不满了 据说他之前就常在 嘎干迪普的脸书主页上留言 说他是一个伪君子 是一个自以为师的小人 当发现自己的女神 同时也被自己的好朋友追求 而这个好朋友样样都比自己强 他心里的嫉妒越烧越旺 最后曼蒂尔给了他一个机会释放出来 变成了那一夜的熊熊大祸 那么到底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 还是误杀呢 你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最后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